我覺得這場大戰 應該是納潭雅胡的陰謀 我這邊特別找出 不是看我的相片 是要看去年10月8號 這開戰一週年 我那時候就預測了 我說那是阿克薩洪水行動 是納潭雅胡的陰謀 為什麼我這麼講 就是我們現在回想起來 這一年之中 你不管是哈馬斯的領袖 哈尼亞被暗殺 對不對 政務長領袖被暗殺 都是非常的精準 這個定點清除 除了這兩個禮秀之外 最近這幾天我們看到 不管是BBCO爆炸事件 或者是總共定點清除了 這個政務長18個領導人物 包括他們飛彈部隊指揮官 或者是無人機部隊指揮官 400個火箭發射基地 都很精準 可見他情報做得多精確 那有這麼精確的情報 怎麼可能漏掉說是 5000枚的火箭單要對你發動攻擊 所以我覺得納潭雅胡 真的是壞到極點 明明知道人家要打你 你還不準備好 你就讓自己老百姓被打 打完以後 我明正言順的 對加薩的地區來用兵 所以我個人認為說 這場戰爭就是 本身就是納海雅胡故意造成的 我先故意被打 打完以後 激起我國內人民的仇恨 然後對加薩地區發動攻擊 然後目標就是整個要佔領人家加薩 整個做一個種族滅絕的行動 那現在來講的話 他對黎巴倫政策黨也是這樣 但是沒想到你看 我特別要講伊朗這次發射這個導彈 其實是就戰術來講是非常非常精準的 他在什麼 他在以色列地面攻勢展開 兩個鐘頭之後 我導彈打出去 導彈打出去打到哪裡 打你機場 讓你空軍沒辦法擠飛 沒辦法掩護你地面作戰 然後緊接著我們就看到 以色列進去的九十八師跟戈蘭旅 這些受到嚴重的伏擊 就像是剛才街大使所講的一樣 因為你地面部隊沒有辦法 獲得空中的掩護 接著我現在要講說是 有沒有可能攻擊伊朗的核設施 我覺得不可能 為什麼講不可能 我特別要舉一件事情 第一個 你不要以為隔山打牛那麼容易 隔山不見得打得到牛 為什麼 因為上次來講 以色列對這個 只是對這個伊拉克 實施核設施的攻擊 那次來講的話 他叫巴比倫行動 大家可以看一下 他總共動用了八架飛機 五架的 四架F-15 四架F-16 剛開始他用低空 因為距離很近 他只有打伊拉克 為什麼低空你飛行來講 反正就很耗油 所以高空你這個 雖然說你比較會省油 可是你會被DNA拉偵測到 你現在低空 你有沒有可能穿越伊拉克 敘利亞全個穿越攻擊 打到伊朗 我覺得不太可能 那你說我這個飛機 還要再帶炸彈 那用的耗油量更兇 我們都知道在 這個航母上面起飛來講 你要滿油滿彈的話 你要全部起飛 要靠電子彈射才做得到 如果純粹就是環耀式 甲板起飛 你帶不了那麼油 多油跟那麼多彈 你航程就會受限制 你帶了武器量就會受限制 這是第一個 我覺得以色列做不到 第二個來講 美國這時候 如果說是美國不支援他 譬如說導彈 或者是說美國提供他空中加油 來講的話 我覺得你要做這個動作來講的話 那是很難的 你知道導彈雖然說很精準 但是畢竟如果說是要飛 1600公里來講的話 你總是有誤差 像這次伊朗來講 它的發達二聽說也很精準 但是距離摩薩德總部 還是差了30公尺 沒有打到那一棟大樓 那你要很精準的攻擊 那個核設施來講的話 一定要用飛機才做得到 所以我個人認為說是 你要對這個核設施來講 攻擊來講的話 可能來講你這個能力是做不到 第二個來講 我覺得你如果做這種動作來講 伊朗會採取更強烈的報復手段 那現在就看這個大國 美國 俄羅斯這些國家 會不會加進來 把這個架給他拉開來 不要繼續打下去 法國才殺車沒有用 因為實際上在幫助以色列 一直是美國 美國看起來 是持續在支援以色列 所以在美國沒有停止 對以色列援助的情況下 以色列不會停手 以色列 納塔亞胡 現在他心情非常清楚 因為他如果一旦停手 他的戰時內閣可能就要結束 他可能自己都搞不好 到最後他都會面臨 戰爭罪的起訴 所以在這種狀況下 他當然不能夠收手 他會持續的不斷打下去 所以他在到處找敵人 你看一個又一個 加拉薩本來看起來 已經快要接近結束了 結果他現在又在 黎巴嫩這邊發動了攻勢 黎巴嫩完的時候 他現在在等什麼你知道 他在等伊朗 最好 最好你再繼續 再有多一點動作 我就直接對你展開攻擊 我認為接下來 如果伊朗沒有持續的動作的話 以色列會反過來 在伊朗進行報復 然後逼死伊朗 做出更大的動作 這就是納塔亞胡的策略 因為對他來說 管他的反正 只要我情況一旦出現問題 或者我遭受圍攻的時候 美國不可能做事 因為美國不可能會讓以色列失敗 讓以色列丟掉 所以在這種狀況下 我覺得納塔亞胡是有恃無恐 可是現在周邊的這些人 哈馬斯其實他現在的反抗力道 已經非常非常弱 曾祖党自己也是內部內鬼一大堆 所有的領導人的資料 幾乎全部都被洩漏 你換上一個就被幹掉了一個 這個對曾祖党來講 他陷入重大危機當中 所以曾祖党就算想要集結反擊 大概也是一些零星的騷擾性攻擊 他沒有辦法進行 有組織的大規模戰略的攻擊 所以我個人認為 在黎巴頓南部這個狀況 儘管有聯合國的和平部隊 在那邊擋著 但是也不會起太大的作用 以色列還是會自動去開闢出一個 他所謂的緩衝區出來 接下來我覺得 他就是在持續引誘 美國現在擺明在幫駕 幫偏駕 他幫他去打這個胡塞組織 表面上好像是為了維繫 紅海的航行安全 可是其實這個是故意的 他選在這個時候動作這個東西 其實就是在警告周邊的這些國家 如果你敢對以色列動手 我會對你動手 其實目的是這樣 不然的話他自己也很清楚 你轟炸胡塞組織也沒什麼用 因為美國過去 你進行過類似的行動非常多 你就是始終抓不到 胡塞組織的主力 所以你胡塞組織 接下來對紅海的騷擾性攻擊 還是會持續 但是對美國來講 他就是要警告周邊 包括這些存存運動 伊拉克的一些武裝組織 伊朗 然後還有周邊的 甚至包括土耳其在內的 這些國家 阿拉伯國家 叫他們都不要動 我個人認為短期之內 阿拉伯國家能夠動的也有限 甚至包括伊朗 伊朗說得很好聽 說要把什麼 什麼以色列宜為平地 其實伊朗根本沒有這個能力 所以在這種狀況下 我認為阿拉伯國家會司機而動 但是不會有劇烈的反應 可是這個仇恨是很久的 未來幾十年 我覺得以色列跟阿拉伯國家 還是會打成一團 真正你要能夠去 有一場決定性的勝利 分出一個勝負 造成一個比較永久性的 一個效果的話 你還是要陸軍部隊 你地面部隊還是要進入 可是上個禮拜的時候 以色列的地面部隊一進入到 黎巴嫩就遭受了很大的傷亡 這個也就是說 黎巴嫩不管是政府軍也好 還是他的其他武裝 還是真主黨來講的話 其實他的戰鬥力量遠高於哈馬斯 所以這個就造成以色列 現在地面部隊的上面 是比較保守的 同時在這個過程中 你也知道伊朗也出手了 那麼現在變成以色列 要看他怎麼樣對伊朗出手 伊朗現在講的話講得很清楚 就是說你如果打我的話 你如果報復的話 我就消滅你兩個城市 上一次他是用了180顆飛彈 那麼我們光看空軍基地 就搞出來33個深坑 也就是說有18%的飛彈 我們只算這33個 有18%的飛彈 以色列沒有攔截下來 這只是空軍事基地 軍事基地以外 還有地方也打到了 所以你如果有兩層的飛彈 以色列攔不住的話 那麼伊朗 他如果大規模攻擊以色列的 這個好 是這個好 海法港也好 或者他的最大層也好 那基本上可能就造成傷亡 那是會非常恐怖的